大家好,我是Peter 剛剛發現了事情 來到這裏附近一間加拿大出名的咖啡連鎖店 喝杯Ice Coffee 雖然現在是冬天 但今年特別暖和 今天有八度 我很怕熱 是一個很熱的人 所以前幾段開始 要喝冷的飲品 否則內心很熱 熱情如火 今天睡到差不多一時才起床 因為昨晚五時才睡 誰知道突然下大雷雨 這次我打算什麼都不做 就去幫香港貓王 非常著名的香港電視監製 在麗的無線和加拿大新時代電視 都做過監製 岑南寧幫她貼海報的圖片 因為岑南寧有兩個演唱會 一個是三月中在香港 一個是4月20日在加拿大多倫多 她做了一張圖片 幫她貼 因為我住在Messizakas 他們住在Machemaskar 學生會幫她搜刮 幾個人 這麼大個兒子 都未試過拍滿 人家批准可不可以貼圖片 不過很開心幫岑南寧 因為我很尊敬神南寧 她真是一個很熱愛唱歌的人 百分之一百投入 由她十幾歲開始唱歌到現在 一點都不會唱得累了 不想唱或者驗了 越唱越精神 她今年的演唱會是八十歲的演唱會 在多倫多就是第八次開演唱會 在香港是第一次的 我想她是一個記憶 和多謝香港以前的觀眾朋友 她這兩個演唱會 你也知道 阿Sir已經上岸的人 八十歲 錢多錢少她都不在乎 她這兩個演唱會 是一個很個人的 一個有意義的演唱會 所以她的所有收入 扣除了那個開支 一定要大佬 你租一個這麼大的 concert hall 音響器材 和樂隊 燈光一切都要錢 扣除了那些東西 買票都要分 收十足費的event trade 扣除了這些 全部捐給二刊 老老實實的捐 如果大家有時間 喜歡的話 去捧場 很難得 她第一次在香港 還有第八次在多倫多 八十歲 你看她八十歲 更加要來看 你帶你爸爸媽媽來看 你看看八十歲 一樣是年輕歷狀 有很多人都說 我八十歲了 我七十歲了 年紀大了 甚麼都不能做 心理作用 一定要找個愛好 你看看岑南寧 你就知道 厲害八十歲又唱又跳 還有很有氣 那不要說甚麼 美國總統 拜登都八十幾歲 現在特朗普要選總統 去到就快八十歲 所以千萬記住 年紀不是最大的問題 是你的心態 心境最重要 平時喝咖啡 我一定是買小杯 除非那天會到我吐血 所以我才會買一杯 中型或者很特別情形 睡了兩小時才買一杯特大 但凍飲我一向都要喝大杯 因為我很喜歡喝凍飲 如果大家在多倫多 想看《香港貓王》 陳藍寧的演唱會 你可以去那個 是否馬行那個 荷里活餐廳那裡買票 選擇位 又可以上去那個網站 我不懂英文名 是否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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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r-i-t-e.com 你只可以去那裡 買Concert Ticket 打Lanny Sum Lanny Sum L-A-N-Y-S-H-U-N Concert April 20 資料會出來了 你可以在那裡上網 不用出街 在家裡就可以上網買票 如果你住在那裡附近 你就自己去行李活餐廳 去看位置買票 跳隔好像有四、五種 最前面的VIP是120元 接著一路八十幾 六十幾 四十幾 隨便理會 那個演唱會 以加拿大來說 都算是幾好 幾寬敞 幾大廈 大家不用怕 如果你想買普通座位 去那裡的環境很好 就算你坐到最後那一排 你都一樣看到 聽得很清楚 不用擔心 因為四月份很快有母親戚和父親戚 你可以請你爸爸媽媽去看看 如果你是香港來的 一定認識得 香港貓王岑南寧 很有意思的 如果你是年輕人 或者是未聽過岑南寧的話 都去看看 因為他唱很多歌聲的歌 其實香港和東南亞的人 就給了香港貓王 不過我個人 因為我覺得 其實應該叫做 萬能歌王 因為很多美國大歌聲 國際歌聲的歌 全部都能唱到 如果你來看的話 你一定會 好像回到一個 歐西流行曲的回憶片段 包你聽得很過癮 又請了一些嘉賓 都有一些廣東歌 所以大家有時間去碰一下場 在多倫多和香港 香港的地方 你要上網看 又是打一琴南鳴 你可以找到香港演唱三月中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我已經買了票 我那天一早就會去捧場唱 現在到時你們在 大家見到面 記住說Hello 這間咖啡廳開了幾十年 至少四十幾五十年 所以布置很古老 雖然重新裝修 我不喜歡這些顏色 很沉 很古老 平時坐滿了人 不過今天剛剛下大雷雨 所以沒有人 但我剛進來的時候 也是爆頭盆的 是不是很古老 我不喜歡這些顏色 如果我上網的時候 萬一沒有記錯的話 我會把資料放在片段下面 大家去看看 很方便 我經常在那裏買 那些電影或演唱片 如果懶惰的話 就在那裏買 如果你不怕 麻煩 自己開車去荷莉活餐廳 親自檢位便可以 現在雨停了 剛才我出來 哇!幾大雨 突然大到 哇! 嘶! 涮暴... 雪暴雨暴 大佬,現在多好 每一個歌星都有自己的風格 岑藍麗的風格是很freestyle 很有個人性格 你如果去欣賞他,你就知道 你知不知道,除了岑藍麗是香港媽王 還有一個在香港很出名的電視監製片 你在香港看過,實際年輕的時候 看過很多很多的節目 其實都是他編造製作的 岑藍麗可以說是全國華人社區 中國人、華人、香港人 第一個台灣人,第一個是華人 去了拉斯、維加斯、海拾王賓賭場 開場的人第一個 你可想而知 他是很有風格和本領的 那些是很出名的 很大的表演的地方 全部都是落地有聲的世界級的歌手 聘請他去 當然是有原因的 不過每一個歌手的風格 不一定你會喜歡 但是多些欣賞 多些聽不同人的風格 都是好事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音樂的人 我自己已經很開心 等著4月20日去看 十南麗的演唱會 很難得 很難得 很浪費人 不過外賣 到現在還未停 排隊排隊多到 即是退出 多到不得了不得了 我已經喝完了一杯咖啡 希望大家有時間去看 十南麗的演唱會 香港是3月中 當輪多是4月20日 我會儘量記得 在影片下方的評論 或留言 將買票資料告訴大家 如果你住在馬韓 斯加布 Union of Richmond Hill 如果你忘了買票網站地址 你直接去荷里活餐廳 你自己可以選擇位 選擇你心目中的4種票價 隨你喜歡 就算你買好後果實所說 都是看得很清楚 聽得很好的 再次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給個like 留言 訂閱 看廣告 下次見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而易